本节目由麦麦麦当劳 轻轻赞助 您知道长时间吃炸鸡 脸上会出现什么吗 是笑容 常常亮北京话大讲堂 吃胡同传说 大家好 作为一个胡同上流社会人士 my favorite food 意思炸 food 这one day day的 大老街儿起来 不是豆汁胶圈 就是炸高炭油饼 中午搓一顿炸饼面 下午替拿炸鸽盒炸拍菜当名字 晚上来点炸馆盐炸松肉 半夜饿的话 炸点窝头片就点臭豆腐 那就是一个字 这种上流追求也太profit了 不fite不fite不fite 为了避免咱们吃完炸鸡的只会说 我擦牛逼 真好吃真脆 今儿就来聊一聊 胡同上流社会的炸鸡的 来走着 episode 11 胡同上流社会炸牛ration food part 1 宫廷炸牛ration food 清朝作为一个全民爱吃啥的炸牛ration 清宫带头吃炸鸡的 带头吃穷人版的炸腹的 比如有道菜叫炸鹿尾 就是炸鹿尾巴的切片 这道菜您可能和我同意的 只在项上报菜名里吃 胡同吃的穷人版叫 炸猪肉末灌猪血肠 更穷了叫炸淀粉灌肠 没错 这就是咱们现在吃的炸灌肠 吃什么炸鹿尾啊 炸灌肠浇上浓浓的咸蒜汁 它不香吗 part 2 胡同炸牛ration food 七八十年代北京啊 是一个自个儿在家炸腹的炸牛ration 那是每逢佳节炸一切 肉炸了炸松肉 牛肉馅和北豆腐胡萝卫 盖上油豆皮切豆腐炸了 咬上一口肉香四溢啊 炸丸子昏的吃猪肉馅 素的吃胡萝卫 小时候扒着锅眼巴巴的看着 炸的一个吃一个 一口一个 外焦里嫩啊 主食炸了 炸馒头饭和炸窝头饭 馒头饭裹鸡蛋下锅 窝头饭裹鸡蛋下锅 炸馒头饭出锅配酱豆腐吃 酥脆鲜香 炸窝头饭出锅配臭豆腐吃 干脆咸香 朔炸了 每片胡同里 都有一颗身体被掏空的香醇薯 如果可以 北京人愿意把香醇薯连根炸了 因为炸香醇鱼儿忒香了 新摘的香醇果面粉下锅炸 哎呦喂 香味往鼻子里窜 外焦脆 里软嫩 色泽金黄 满口流香 我不信说来这儿 各位不流口水 Delicious Part 3 麦式炸牛ration 90年代北京是美式炸 复的的炸牛ration 这集中体现在鸡身上 正所谓外来的炸鸡好念经啊 怎么可能放过美式炸鸡薯条呢 大侠好好学习烤双碗 不就是为了换来麦当劳薯条炸鸡一顿戳吗 我到现在还能记得麦当劳店里那香味 真能给人香一根头 后来北京胡同也自制美式炸鸡 撒紫然面辣椒面 那店专门藏在下边路上缠人 这谁顶得住啊 我不信说了这儿 各位不流口水 Delicious Part 4 流量generation food 这些年流行流量明星明场面带货的炸牛ration 炸腹的火不火 全都得靠脱 前几年流行欧巴文化 下个雪炸鸡店就满园了 哎非告诉我下雪炸鸡啤酒 这仨单拎出来 谁和谁有什么关系吗 他们也忒不把肥摘快乐水放眼里了吧 炸鸡就可乐 越喝越快乐 那叫什么来的 Delicious Part 5 5G Generation Food 经历了四个炸牛ration后 进入炸文化5G时代 卖卖脆汁鸡 黑科技炸鸡横空出世 严选谷边活肉 块贝大 横温真空滚柔 肉贝嫩 层地复合风味 味贝香 急速冰冻锁汁 汁贝多 经典美式脆皮 皮贝脆 瞧好吃的明明白白 您咔吃一下咬一口 那嫩肉留着汁 带着那脆皮汁 还有那个脆成劲 传进嘴里了 那是哈拉的流满地 让我不由的想做手势 卧槽牛逼 真好吃 真脆 得了 今儿就馋各位到这儿了 北京delicious food多了去 以后慢慢给您说 本期作为炸富的爱好者的天堂 eat了吗您呐 走着呀 戳麦当劳小程序 抢先搓一顿 回见了您呐 最后我再教你一句最牛逼的 你一定要记好 I'm 长小亮's fans 跟着我念 大声点 I'm 长小亮's fans 公众号搜画家长小亮 微博搜M豆没事 喜马拉雅搜长小亮 就是我长小亮 本节目说的挺对 如有雷同 绝逼潮喜 对呀